疫情還沒有真正結束 雖然全國施打疫苗人數 已經突破了上千萬人 但是接種之後 死亡的個案也有持續的攀升 就網友拿衛福部所公布的 最新疫苗施打之後 疑似有不良反應 死亡的統計來做比較 那麼就推算出來了 包括AZ有593個人 推算死亡率是0.00816 百分比 那麼莫德納159個人 死亡率是0.00463 而高端是0.00168 好 那高端是最低的 還沒有接種的網友 看到這個數據 就心裡怕怕的還說 難道還沒有開打 那BNT才是最好的疫苗嗎 對此指揮中心 指揮官陳時中說 光用這樣的數目 是很難看到真正的情況 你還要考量打完的時間多長 施打對象自己的風險 很高低的問題 帶你來聽 學AZ而已 對 因為莫德納好像還蠻難排到的 所以我就覺得不挑啦 有就打就好了 能打到疫苗 至少新就安了 這是不少臺灣人現在的新生 不過各家廠牌都有人打 除了AZ莫德納 還有人力挺國產疫苗 我打高端 大家好像都覺得說 高端國外不支持 那別的地方也不一定支持 其他的疫苗 事實上全臺施打疫苗的人數 突破上千萬 但接種後陸續出現疑似 不良反應的死亡個案 有網友拿衛福部統計的接種 和通報死亡人數做比較 發現截至十三號上午 AZ有七百二十六萬六千多人 完成第一劑 莫德納有三百多萬人 高端則有七十一萬六千多人 接種後疑似不良反應死亡的 AZ有五百九十三人 莫德納一百五十九人 高端則有十二人 估算之後發現死亡率最高的是AZ疫苗 最低的是高端 讓還沒接種的網友表示 看了數據有點害怕 難道還沒打的BNT會比較好嗎 根據衛福部資料 截至十四號上午十點 各廠牌的長者施打比例 AZ百分之九點六 莫德納百分之五十七點八 高端則不到百分之四 不論哪款疫苗 在疫情還沒結束之前 先有保護力比較重要 華爾街市府宋潘家人 台北報導